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美他 我要弹弹吉他 歌颂他 我要大声欢呼 我爱他 因为大大世界属于他 耶稣爱你爱我也爱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大声欢呼 我爱他 因为大大世界属于他 结束爱你爱我也爱他 角色的作品出席时 通过去拭爱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孩子 复活节快乐 你知道吗 每一次要过 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知道冬天来了 但是呢 当天气渐渐没有那么冷 变得比较暖和 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就知道 复活节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过复活节啊 如果有 上一次 你是怎么庆祝复活节的呢 是画彩蛋 还是听爸爸妈妈老师 说给你复活节的故事 让你听呢 今天啊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是有关于 花园的故事哦 没错 春天来了 花朵都在开花 花园一定很漂亮 那现在我要邀请你 跟我一起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 如果 你有一座花园 你的花园里面 会有什么花 我相信 你种的花 待会儿 我的故事里面 可能你都会 看得到哦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个故事 自私的巨人 这座花园很大 却有点杂乱 茂盛的青草中 散布着星光般的白橱菊 枫林花和金凤花 开满了每个角落 蝴蝶在花床上 享受日光玉 百里香和嗡嗡的蜜蜂 一起轻轻很长 春天 园中十二棵 很老的桃树 会盛开淡粉红色的花 到了秋天 枝子会结满 甜美的果实 垂向地面 白天到处充满 鸟儿优美的歌声 而到了晚上 夜音会开始 唱小夜曲诗 其他的鸟儿 都会安静下来 每天下午 孩子们一放学 就喜欢偷偷 溜进花园玩耍 他们用橱菊 做花环 在树丛间捉迷藏 躺在草地上 仰望那些 像四面八方伸展的树枝 和鸟儿一起歌唱 他们好爱这座花园 而这花园 也很爱他们 这是巨人的花园 很久以前 连孩子们都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 巨人就去康瓦尔 郡拜访 他的朋友欧吉勒 打算在那里住七年 直到他们把自己 想跟对方说的话 都说完了 巨人才谢谢 朋友的招待 然后离开 巨人迈开大步 回到自己的城堡 发现 有群孩子 正在他的花园嬉戏 是谁 准许你们进来 我的花园 你们竟然 敢在这里吵吵闹闹 孩子们吓坏了 因为巨人很高大 又很凶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逃跑 巨人 男男抱怨 这是我的花园 只属于我一个人 谁都不许进来 尤其是那些 吵闹的孩子 第二天 他竹了道 很高的砖墙 把花园围起来 那道墙很高 没有人能够 看见围墙里的情形 他还挂了个牌子 上面写着 禁止入内 围者重罚 孩子们蹦蹦跳跳的 放学时 发现那道可怕的高墙 他们完全看不见 美丽的花园 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声 现在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玩 花园外面的马路 不但坚硬 尘土飞扬 布满尖尖的石头 也没有蝴蝶 孩子们 只能绕着高墙 走来走去 难过的 弹着他们在花园里的 愉快时光 嗯 他真是个自私的巨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巨人的花园 变得越来越荒凉 鸟儿不再歌唱 花朵纷纷枯萎 那年春天 桃树也不开花了 因为寒霜和冰雪 一直住在那里 大雪用冰冷的后毯子 覆盖每样东西 冰霜用又硬又冷的冰包 裹着所有的树 北风整天呼呼地吹个不停 钻进巨人城堡的每个角落 只要他一吹气 就会有冰包 叮叮咚咚的落在屋顶上 春天为什么还不来啊 自私的巨人忧愁地坐在窗边 他望着荒凉的花园沉思 嗯 真希望天气赶快好转 我想在茂盛的青草上散步 再看看枫林花 还有那个金凤花 可是冬天完全不想松手 从前充满孩子欢笑的花园 现在只有北风 冰袍和霜雪在嬉戏 自私的巨人越来越难过 但是他还是不肯拿掉 那一块严厉的牌子 也不肯拆掉高高的转墙 有天早晨 巨人还躺在大床上 温暖的被窝里 他突然听见非常优美的月声 甜美又清脆 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他以为是国王的月师正在附近游行 他跳下床 甩开棉被和毛毯 迈开大步走到窗边 打开窗子 好听得更清楚些 可是 他没有看见游行的月师啊 只有一只小红雀 在其中一棵桃树的枝头上唱歌 哇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鸟儿的歌声 早就忘了 那个声音有多么美妙 一股奇特的香味飘进来 自私的巨人大喊 春天终于回来了 然后他望下窗外 孩子你猜 他看见什么 哇 他看见一幅最奇妙的景象 春天真的回到这座荒凉的花园 孩子们也是 他们在高高的墙上 发现一个小洞 就像小老鼠般 从那里钻进来 他们全都坐在树枝上 树也高兴地欢迎孩子们回来 那些树长满了轻轻摇摆的叶片 盛开淡粉红色的花 哦 每棵树上都坐着一个欢笑的孩子 鸟儿也兴奋地飞来飞去 冬天 冰雹 霜雪 和寒冷的北风 都不见踪影了 只有个遥远的角落例外 那里还有鸡雪 北风人呼呼怒吼 那棵树光秃秃的 没有轻轻摇摆的叶片 和盛开的花朵 也听不见鸟儿歌唱 自私的巨人凝视着窗外 他知道原因了 有个小男孩站在那棵树下 他太小了 他没有办法爬到树上 树已经尽力玩下之子 可是男孩真的太小了 巨人看着窗外 他终于明白 自己有多么自私 也明白 自己其实好想念这些快乐的孩子 还有想念他们为花园带来的幻笑 他知道春天迟迟不来 其实都是他的错 他好后悔自己做的这一切 他跑向螺旋厅走进花园 想帮助小男孩爬上那棵 被冬天包围的树 但是孩子们一看到巨人 就转身逃跑 因为他们还是很怕他 而巨人发现 孩子跑开的时候 冬天居然又来了 只有小男孩留着 他的眼中 充满了泪水 没有看见巨人走向他 巨人弯下腰 轻轻抱起小男孩 把他放在高高的树枝上 那棵树马上就开花了 鸟儿飞下来高声欢唱 小男孩用小小的手背 抱着巨人粗大的脖子 亲亲他 其他孩子发现巨人不再生气 马上又跑回花园 也带回春天 巨人要孩子们围在他身旁 对他们说 孩子们 从现在开始 这是你们的花园了 你们随时都可以来玩 这座花园将会充满爱 欢笑和幸福 非常欢迎你们 巨人拆掉高大的砖墙 扔掉那块静止入内 围着重罚的牌子 孩子们整天玩耍 快乐的笑声 回荡在花园里 他们的父母 在傍晚焦急地来找孩子的时候 发现他们居然还在跟巨人 一起坐在最美丽的花园 巨人的脸被许多的笑容围绕着 孩子们向巨人道别 答应他 明天还会再来的时候 巨人一个个问他们 有没有看见那个最小的男孩啊 就是那个被他抱到树上的男孩 巨人说 如果你们有看见他 别忘了要他 跟你们一起回来 我好想再看到他 可是没有人认识他 巨人很难过 因为他最爱那个孩子 从那天开始 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后 在花园玩耍时 巨人都会陪着他们哦 和他们一起游戏 开怀大笑 花园也变得越来越美丽 孩子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储蓄花环 挂在巨人的脖子上 还变了花罐 带在他大大的头上哦 巨人坐在草地上 孩子们就在他长长的腿上 爬来爬去 而巨人还抱着他们逛花园 让他们坐在他高高的肩膀 他们仿佛觉得可以摸到星星呢 但是只有一件事 让巨人很难过 就是他最喜爱的小男孩 一直都没有出现 巨人常常问 别的孩子有没有看见他 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 没有人认识他 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或是他从哪里来 巨人很想再见到他 也常常提到他 许多年过去了 巨人越来越老 头发也越来越白 骨头也变硬了 没有办法跟孩子玩所有的游戏 不过啊 他还是带了大张大椅子 坐在花园里看孩子们玩耍 他说 我的花园啊 是有很多漂亮的花 可是 孩子啊 才是在里面最漂亮的 再也没有人叫他自私的巨人 每个人都好爱他 因为巨人 看着季节变幻 不再在意冬天了 因为他知道 春天很快就会再来 有一个寒冷的下雪天 他望着窗外 惊讶地揉揉眼睛 他知道自己视力好像越来越差 可是他好像看见花园角落的树上 竟然还盛开着花朵 他吃力地走向螺旋梯 走进了花园 好奇怪哦 虽然地上都是雪 冷风呼呼呼呼地吹 嗯 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居然慢慢地走过草地 他没有看错 在花园最遥远的角落 一棵桃树正盛开着耀眼的白花 有金黄色的叶片 树枝上垂挂着沉甸甸的银色果实 但是让他最惊讶的是 树下站着他最先前认识的那个孩子 可是他又很生气地停下脚步 因为他看见男孩的一双小手和小脚 都有伤口 是钉子留下的伤口 谁敢对你做这种事 告诉我 我要用那只大斧头杀了他 是谁敢伤害你 男孩只是对生气的巨人笑了笑说 亲爱的巨人 不要生气 这些都是爱的伤口 巨人跪下来 看着这个发光的孩子 你是谁 你是谁呀 他喃喃自语时 心中突然生起了一种 敬略的感觉 男孩又笑了笑 用他那支 有着可怕伤口的小手 扶着巨人的肩膀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你让我 抱紧中救了一切 爱的巨人朋友 躺在树下 她老老的脸上 带着浅浅的微笑 她的身上 附满了美丽的白花 每次我读了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好感动 你还记得花园里的春天 后来怎么样又出现了吗 没错 就是当巨人 他愿意把他的花园 分享出来的时候 是小孩子回到花园 整个花园就不一样咯 春天就来了 对不对 孩子 你喜欢和人分享东西吗 特别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你会愿意分享吗 你还记得 巨人在寻找的那个小男孩吗 孩子们你觉得 这个小男孩 他究竟是谁呢 这个小男孩的手上跟脚上 有可怕的伤痕 可怕的钉痕 但是他说 那是爱的伤口 当巨人和他相遇 巨人把他抱起来 放在树梢 哇 那个树就开花了 对不对 我想 这个男孩 应该就是那一位 为我们受死 钉上十字架的耶稣 孩子 当耶稣 为我们世上的人 所犯的罪 而受死 使我们不再因为犯罪 让我们的生命 停留在寒冷的冬天 可是最棒的是 你知道吗 耶稣 他第三天 死里复活 而且因为他活着 耶稣 将这个春天 带进了巨人的花园 也带入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你还记得 在故事中 当巨人很老很老的时候 虽然他后来结束了 在花园里 在地上的生命 但是小男孩 带他去到天堂 让巨人 有永远的生命 圣经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吗 其实复活节 最棒的就是 我们被提醒 耶稣复活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 让我们可以庆祝 耶稣一直活着 现在我要再邀请你 闭上眼睛 想一想 你还记得刚开始 我问你 你心中的花园 想要种什么花吗 我现在要请你 再闭上眼睛 来想一想 孩子 你心中的花园 现在 是什么天气呢 是冬天 还是春天呢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一起来邀请耶稣 进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的花园 永远都是春天 让耶稣的复活呢 跟我们在一起 让复活节的春天 也跟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爱 这样一个复活的力量 都成为 充满爱 充满希望 跟愿意分享的孩子 好吗 我也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成为 这样的孩子 好吗 也祝你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祝福 能够领受 复活节真正的意义 祝你 复活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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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